同學,這8月22日的作業 解析 這前面比較清楚了 負負得證210除以3等於70 再除以5就變成14 那這49要拆成50減1 括號 再乘以-31 那分配率的話就-31乘以50 那後面這裏會負負得證哦 因為這裏有個負號 負1跟負31 就變成正的 所以是-1550加31 變成-1519 好,那這個地方 我們先做這裏 負負得證342除以9 93277238 這裏再加30 所以這裏要68 這裏要68的話 我們就重寫一次 就-23 加68 再乘以後面這裏有個-2 那68乘以-2是-136 2816進1 261213 所以你是欠23 欠136 那就欠159 這裏 那這裏21-22 那就是-1了 對不對 那這個地方也是-1 那以此類推直到這裏 21到40 這樣總共有20個數字 2個2個1組 2個2個1組 這第1組 這第2組 這第10組 好 所以-1有10組 那就是-10 -1有10組 就是-10 前面有個-5嘛 然後再乘以這裏 這全部 這全部是-10 所以這樣子就等於50 好 這樣就等於50 好接下來這個 31-42 是欠多少 欠11嘛 那8 乘以-11 就是-88 可是加了什麼 絕 對 值 那就變正88 所以整個市值會變成 88 乘以-12 再除以66 那我們可以寫成 這裡可以像以前寫成番數 88乘以-12 然後除以66就寫在下面 我們用約分的 用22約分的話 上面是4 底下是3 對不對 所以就變成3分之-48 然後就變-16 好-48除以3 然後就變成-16 好 寫成除法可以像寫成分數一樣約分好 那現在是說 我要最大的 最大的好 那全部都負號啊 好 全部都負號 那就變成 負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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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按照他的條件 那你這個輸出負7 所以負7加負14 負7加了負14 那這裡要什麼負21哦 那這21要除以負3 負21要除以負3 負負得正那就是7 在7乘以2等於 14 所以輸出就是14 好這體檔就是14 按照他的條件去做 那這裡一樣用分配率哦 823碰到A 就會 就會變成什麼 823碰到A 再加一個 一個823嘛 823碰到A 就是176122 那再加一個823 好我們再加一個823 好我們再加一個823 所以這樣是5 4 9 6 7 1 7 6 9 4 5 7 6 9 9 9 5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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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他说目标是5分压线扣1分 借外扣3分12次里面有3次压线 我们把12次一样好就之前这样 数线画出来 有3次是压线 3次是压线 然后有4次是出借 那所以剩几次 12减3减4就剩5次 5次就是目标区的 目标区的 那所以压线的要扣1分 压线要扣1分那我们就乘什么-1 然后出借的要扣3分-3 目标区的要乘5分 分三个段算分 所以这也是-3加-12加-25分 所以前面就扣了多少扣15分 再加25分 那又变成25减15了哦 所以你手上还有10分 好 阿易还有10分 所以答案就10分 一样好就是把它写整齐 那不要弄错 12可以12要分开 好分成345这样 超红击